大家看到这张照片就是沙拉的面很多的绿色光 就是赛奈加尔球迷在射12码的时候 用镭射激光干扰沙拉射12码 结果沙拉真的射失了 非洲区世界杯足球外围赛 非国杯冠军赛奈加尔队埃及 两队在2月初的非洲国家杯决赛斗到沙拉射12码 赛奈加尔赛赢4比2第一次奪冠军 两支冤家在世界杯外围赛又再碰头 埃及第一回合赢1比0 次回合赛奈加尔回到主场开球3分钟就攀平 90分钟完比数都是1比0 两回合计1比1 加时双方都再无交易要沙拉射12码 赛奈加尔的球迷出动大量的雷射笔干扰埃及球员 两队头两轮都射失 包括被激光密集式围攻的沙拉 最后赛奈加尔12码赢3比1 拿到决赛州的席位 埃及速总就事件作出投诉 还包括了球员在热身的时候被扔水瓶和石头 以及原场前沙拉离开球场的时候也被滋扰 要由工作人员护送之下回到更衣室 不过温提亚大家 在上回合埃及球迷都有用雷射笔射向赛奈加尔的球员 今次主场的球迷以光还光报复 欧洲区附加赛方面 葡萄牙由班劳·费兰迪斯包办两个入球 2比0淘汰将意大利踢出局的骑兵北马其顿 拿到决赛州的资格 斯朗第五次进军决赛州 也很可能是他最后的一次 波兰同样2比0击败瑞典晋级 后备出场的伊巴显莫域 又一次无缘在世界杯舞台亮相 他上次踢世界杯的决赛州是在2006年 英格兰对科特迪雅的右赛 在对手大部分时间踢少一个之下大胜3比0 麦加亚上场连后备都无分出场 这场就做回正选 不过他每次碰球都被主队球迷狂乞 好在他都有资深人 佐敦·显達森和领队收夫基都力刹这位晚联队长 显達森说过去两个大赛如果没有麦加压的防守 英格兰不会有那么好的成绩 生命斗士艾力臣欧国杯期间 曾经在哥本哈根球场在鬼门关游走一圈 相隔接近300天后在丹麦对塞尔维亚的友谊赛 再次回到这个球场正选出场攻入了一球 由哪里跌低就由哪里起身 艾力臣做到了